非常謝謝他們三位所帶來的這些分享 那我想說我們現在有一點時間 我們當然要把時間留給現場的各位 才是今天真正的主角 那我想說我們第一輪至少先收集三個 不管是問題或者是說你以為是怎麼樣的想法 會不一定是問題也沒關係 那我先收集三位有沒有人想要提問 或者是說你覺得你有什麼話一定要講出來 告白的也可以 有嗎 三位 這邊一位 然後 再兩位好不好 有沒有 怎麼大家不然變那麼客氣 因為剛剛自我介紹不是很熱絡 還是因為被我搞得太元素了 所以現在不太敢講話 來 有沒有 這都沒問題 蛤 就是說你對於這個 這裡一位 對於突破西藏的演藝已經非常了解 還是說你好像怎麼樣 因為很多人其實第一次接觸 也許不是真的非常了解說 到底在西藏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在海外流亡的戰友又做了哪些事情 有嗎 兩位 有嗎 你剛剛有舉手沒有 怎麼都是外面的 來 你稍微進來一點 來 這邊一位 好 那我們先從 這邊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我們覺得音樂可以真正改變這個世界 對吧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那為什麼這個世界上還是發生這麼多不公不義的事情 謝謝 音樂能不能改變世界 好 這個問題好像去年也有過 但是 這邊 這樣 就是 不好意思我比較晚 我叫阿波羅 就這樣 那 那個 我先講一下那個 習近平 他的父親習仲勳 那 是在文革的時候被破壞的 那 這個 達賴喇嘛曾經說 對他有 對習近平有所期待 因為 他覺得說 習近平的思維跟 文革的那一套的思維是不一樣 那我們知道 那個土柏西藏他的歷史來講 其實 中共曾經在土柏做過很大迫害 然後 也有一段時間 是 對土柏他採取比較開明的政策 那個叫做胡耀邦的事情 那達賴喇嘛他 對習近平的這種期待 很顯然 就是他期待 習近平能夠想胡耀邦的時期 那樣子 比較尊重西藏的宗教自由 然後 對達賴喇嘛 不是完全的這種封鎖 然後 我講這個用意是說 其實 現在 習近平上任之後 到底整個 西藏土柏局勢會怎麼樣 我不曉得 可是他會取決於 土柏跟西藏之間 談判角力的一個結果 那達賴喇很早就放棄 直接追求西藏古藝 他改採取所謂中間的道路 那意思就是 他追求一個自治 實質自治這樣子 真實的自治 可是 別問題 就是 藏族青年很多次 其實是反對達賴喇這樣子 做一個大幅度的推讓 就好像我們今天如果假設 那個蔡英文 這個 他說他放棄追求台灣獨立 然後 部分承認九州的模式 我說假設 那可能 很多青年要跳腳 台獨青年要跳腳 說我們不承認 有點像這個味道 其實大家 拋這個議題也不是說 特別要問哪一位 但是是希望 在場任何一位 老師 或者是學生 只要願意回答 就是 西藏跟台灣之間 這種處境的相似性 如果我們今天 要採取一個最佳 面對中東的策略的時候 而這個 中共台南邊主政者 是習近平的時候 我們是 要用什麼樣的策略 是最好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有關於這個 中間到自治 或者是獨立的問題 等一下也許雜希 可以出一點回應 大家好 我是黃國昭 我的問題跟剛才第一個 同學其實很小 只是我想要再 可能再說小音 因為如何改變世界 真的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問號 不過第一個 我想要問雜希 就是說 如果音樂可以改變點什麼的話 西藏或者是說 在大安沙拉這邊的藏人 他們有試著 比如說用類似像瑞璇 或者是說大吉的這種饒舌啊 搖滾啊 或者其他方 自己來組一個樂隊嗎 因為這樣子不是可以更直接的 把那個發聲權拿到藏人手上嗎 就是藏人的青年玩音樂的應該不少 這是一個我不太懂的問題 因為我不曉得現在在大安沙拉的青年搖滾樂團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現在獨立樂團多不多 那當然就是一樣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不曉得想 我其實是想要再把音樂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比如說Winter Rage或是短低就是 老舌或者是說搖滾或其他方式 在你們來看怎麼樣子的一個音樂型態 比較有可能就是說跟青年 或者是說跟你們的樂聽人或聽眾 做一個比較有效的對話 我的意思是說 畢竟你們的很多音樂型態是非常小眾的 那但是我們的一個企圖是非常 非常超越小眾的範疇的東西 那在這個音樂本身做一個 就是它的型態已經成為一種邊界的時候 比如說OK 就像Freddy他的那個 Heavy Metal 可能聽的人也不見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至少比不上小蘋果嘛 那所以說 那我們如果用這樣某一種選擇 就是某一種音樂型態 其實我們已經狂現了某一種的 就是受眾的社群 那我們又如何 在這個你知道嗎 就是在這個兩岸之間 一個理念 然後跟一個很小群的人之間 然後找到某一種的 平衡或者是說突破的出口 這個我蠻好奇的 謝謝 有關於音樂要改變世界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想說 這個大的問題先後面 然後現在達西來回答有關於 剛剛是那個 自治 這個中間道路這個問題 自治獨立 那個葬青會的 或有跟答案 好 那第一 那個實進品的部分 因為我們 剛剛說實進品上的 我們張仁非常有希望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說實進品的爸爸 當然我們以前有比較熟的 也是實進品的太太 也是一個江崇佛教的 所以可能張仁覺得很有希望 然後另外一個你剛剛說 那個達德喇嘛選擇高度知識 就是中間道路 然後張青會還有很多組織 也是有西藏獨立的 那個部分 你剛剛有一點點我覺得 我有一點不滿意 就是說 我們沒辦法反對 我們不會反對達德喇嘛 不可能的 因為達德喇嘛選擇高度知識 他自己一定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要西藏獨立 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所以我兩年之前見到法王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張青會的 那法王有說 那個時候有很多張青會在一起 然後我們一百多個人見法王的時候 法王說你們張青會要西藏獨立 那你們要獨立是你們自己的權利 因為歷史上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你們的權利 他也沒有反對我們的意見 那我們也不可能會反對達德喇嘛的意見 因為高度知識跟中間道路 我們對我們西藏人的角度來講 達德喇嘛是一個牽手過癮的傳世 他不是我們像一個普通人 所以我有一個普通人的想法 像我父母親他一直要想回去西藏 要西藏獨立 是有爸爸媽媽的夢想 所以他們在印度已經過世了 他們沒有機會回去西藏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的責任 因為我父母親的夢想 我一定要繼續做 所以我要做西藏獨立的部分 那沒有那麼簡單也是要很辛苦 我們一定要準備的 所以真的要準備 平常會說 不只我所有的張青衛會說 為了西藏獨立 我會放棄我自己的生命 但是代表不說 我們會去殺別人的生命 我們會 張青衛會變了港部分子 因為中共常常會說 張青衛是一個港部分子的主席 不可能 一百四十幾個人在西藏那邊 自傳自己的生命 但是沒有破壞任何的漢人 任何的東西 這邊我們會看不出來 就是說張青衛是永遠不會當港部分子的主席 所以但是我們繼續要努力 高度自治也好 西藏獨立也好 但是中共兩個都不接受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大家要高度自治 中共也不會接受這個 那西藏獨立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都要繼續一起努力 沒有什麼衝突在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大概應該是 有關於高度自治或西藏獨立 自治跟獨立之間 那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看起來說不定是個假議題 因為好像被 就是說 變成你要去被迫回應 中共的看法的感覺 就是說 但是你即使回應到中共的看法 我剛剛一開始講到17條協議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 好像類似 就是高度自治 因為很多的學者在研究說 17條協議其實就是 所謂一國兩制的爛傷的開始 比如說 中共開始在研究一國兩制 其實就是從西藏的這個 17條協議就開始在做 那17條協議提供了一個 所謂的高度自治的感覺 那你看到說歷史的狀況 現在現實發生 就是它並沒有提供這樣的說法 那所以說好像 如果我們硬要去 比如說 希望藏人朋友應該要去 回應說 那你覺得你到底要自治或獨立 有時候反而我會 我自己的看法是有時候看起來 是一個假意 好像你被迫的要去回應 中共的那邊的感受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關於音樂改變世界 我是兩位 哪位要願意先回答 我還有一個問題是 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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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一個問題是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些 喇嘛他們一直在拍電影 所以我就想知道 就是說 那我們詐欺的詐欺 是可以自己作業的嗎 好 那我講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也不是個性 但是我們西藏的書上面 也是有寫 就是說 那個是人他生大事 就是幾千年以前寫過的書 那個裡面也有說 就是說 我們佛教的經 那個以前念的 就是直接念的 像我給你 我媽媽 就是這樣念的 然後現在開始 那個一千年以前寫的 年華聖大事 就是說有一天會到 這種的社會 你念經也會念了歌手之後 音樂之後 人家會聽得很清楚 很想會聽 很想會念 很想會學 這個是按以前說的話 所以最近在我們在台灣 有聽到很多這種的念經商 我們講 這是音樂的 但是以前那些 不可能會念這個 如果你念這個 你 這是一個變唱歌的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是 我剛剛說的 以前以前寫的那個 就是音樂的方式 會很多人會達到 message 所以說 那我 對不起我中文不好 剛剛 導機唱的那個歌也是 在西藏社會裡面 很多人會聽這個歌 然後剛剛 你有提到說 西藏年輕的人有沒有 唱 有在應該 在你們YouTube裡面 是看到 那個 YouTube 那邊有一個 叫 打瓦吃店 如果說YouTube那邊 看打瓦吃店 他唱的 就是外來西藏獨立歌 是非常紅的 然後他也是非常年輕 27歲的一個西藏人 在國外唱的 然後他唱完之後 很多在印度 世界各地的西藏年輕人 一直聽他的歌 之後 可能 每一個人 今天 洛杉瀟生基 我們的 Prime Minister 投票選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他選上 如果說 我們有 西藏社會裡面有三組 一個 像我們兩個是 然後董事長是 然後董事長是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有的話 洛杉瀟生基 你要幫我拍 因為 在流行網 是文章比較多 但是 很多年輕人 喜歡 世界上獨立 因為他們一起 聽那個獨立的歌 年輕人唱的 獨立唱歌的時候 所以他們一起 聽獨立的歌 所以他們也是 有心理 就是要獨立是很重要的 他們一起 聽歌之後 然後投票的時候 有選上 洛杉瀟生基 因為洛杉瀟生基 以前是一個 張清衛的基人 所以大家想說 洛杉瀟生基 可能會周外的西藏獨立 但是那個是 人性很強的想法 但是沒問題 因為他當 我們Prime Minister之後 他已經一定要聽 我們聯邦政府的規矩 跟法律上 所以我們 聯邦政府的規矩 是因為 西藏連民投票選出來的 路線是一個高度支持 所以 所以他以前是張清衛的沒錯 但是 他現在 也是要走高度支持的 剛剛那個雜細講到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音樂人 其實我有聽過 他用 他用 藏 就是藏 你來唱Rap 對 非常棒 很好聽 應該 其實打關鍵字 就是YouTube上 打一些關鍵字 應該可以查得到 音樂很會改變世界 我不確定 可是我 我確定的是 音樂改變了我 我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 我也是台中一中的學生 然後 功課壓力很大 我曾經 想過要放棄自己 可是 在那個時候 我很感謝 我這樣一個興趣 我喜歡聽音樂 然後好巧不巧 當時 跟 跟 跟一家唱片行 訂了大概十幾件CD 然後我一直在等他送到 我想說我要聽完這些CD 再 再做下一步吧 然後聽完之後 我已經忘記 我本來的沮喪 他 音樂救了我 對 從這個時候 我開始有新的看法 所以 我不知道音樂 能不能改變世界 但是當他可以改變 一個人的時候 也許 那個人 他可以改變世界 也許 那就夠了 我 我不是在說我 就是說 也許當這個音樂 去 敲動 做某一個關鍵的人 那他是可以改變 那個世界的時候 也許 這就是音樂 可以帶來的功能吧 那 黃老師剛剛提到一個 一個很棒的 一個觀點 其實我一直在想 這件事情 我也想要做 我也想要做這樣的嘗試 就是說 的確 HIPHOP 或是RAP 這樣的音樂型態 在台灣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接納的 它是相當小眾的一種音樂 可是當你去想 HIPHOP跟RAP 它的一個起源的時候 其實在1980年代初期的 或是70年代末期那時候 在美國的時候 這種音樂型態 剛形成的時候 它其實是舞廳裡面 最 最有型的 大家聽到是最high的 就是 就像你們現在有去夜店 那種 那種感覺一樣 他放的音樂是最熱門 最流行的 但 好玩的就是 當時有另外一批的 做HIPHOP跟RAP的人馬 他們嘗試在 這樣的音樂型態裡面 加入了社會意識 像Public Enemy 像Rom DMC 這些 原來你覺得是Party Music 這樣的HIPHOP和RAP 他們在裡面加入很多 當時對於 他們自己黑人生活的 那種不公不義的抗爭 抗爭跟控訴 所以 我就在想 那如果 怎麼樣在台灣做這樣一件事情 台灣現在 最有型的音樂型態是什麼 那怎麼樣去結合 我們所謂的 對於社會關懷 對於不公不義的抗訴 所以也許哪一天 你可以聽到 就是譬如說 也許我在嘗試 把蔡依林的音樂 然後放入 放入一些 我們這種 抗爭元素 很流行的 但很流行的音樂 加上 很有態度的歌詞 也許會聽起來怪怪的 但是 那是一種夾帶 偷渡 也許可以成功 我不知道 但是 光想起來 就覺得很興奮 但可能不會是由我來唱 倒極可能可以 好 我把這個棒子丟給你 好 這個音樂能不能改變這個世界 改變世界 其實說真的是一個 那個老議題 然後 其實我很贊成 張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說 音樂或許 沒有辦法改變世界 可是音樂會改變你 然後你會改變世界 那 像 剛剛 門口那位朋友講的 其實 現在嘻哈 或許在台灣還是最大宗的 可是 其實它現在已經 慢慢的都是在 各個派行榜 還是說 暢銷榜 其實都已經 金曲獎 金音獎 雖然沒有說 每次都能拿大獎 可是那種提名 其實都是那種 最佳專輯都是最大的獎項 其實裡面都有被提名 像很多 像很多台灣優秀的 老舌歌手都 帶來這些獎項 其實他們都已經 我覺得嘻哈 現在已經慢慢起來 雨後春春這樣子 攻佔各大排行榜 還有這些 暢銷榜 這些獎項 我覺得很大的原因 就是說 它可以直接的觸動人心 其實 我常常覺得 老舌 它就像演講一樣 只是它多了押韻 它多了 節奏 然後多了 我們說 punch line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聽了會歡呼的那種句子 那 我又想討論 然後當然不用講 在國外這個嘻哈 根本就是 他們的主流 就是我們 台灣的最紅的 類似最紅的 他們就是在國外 就是嘻哈 那 我又想討論一下 就是說 什麼叫做改變世界 那 其實我覺得 我們先秉除說 音樂能不能改變你這個問題 我覺得至少 我在做音樂 我回到剛剛說 我在做動保這一塊 那很多人 很多朋友 可能歌迷也好 生命的朋友也好 聽了我的歌之後 他們 現在開始 或許 以前會 對這些貓狗不友善 那現在慢慢的去 對他們有一些 了解他們的處境之後 然後對他們 有一些 慈悲心 然後想要養寵物的時候 他們會開始 領養代替購買 甚至身邊的朋友 要養寵物的時候 他們也會講說 你去領養 因為 他們甚至會把我的畫 複製貼上 就是說 其實動物都是有靈性的 你救他一命 他都知道 你跟他關係 不會再是寵物跟四足 而是爸爸媽媽跟小孩一樣 那因此 有更多的生命 因此 他們可能就不用被安樂死 因此得救 那你覺得這樣子 算不算改變世界 對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這就是 改變世界 那再者 就譬如說 像我們最近辦的一些 演出活動 就是演唱會 我們也不會單純 就只是一個 饒舌的演唱會 像 八八風災的時候 我們就辦那種 號召全台灣的 全部的饒舌歌手 還正好是要來 一起來 幫八八風災的這些災民 我們就是收入 就是不扣除成本 不扣除 就是全部都是 捐給這些 八八風災的這些災民 然後像 母親節的時候 我們就幫 因為我是台南人 我們幫台南市的育幼院 就是所謂的孤兒院 然後舉辦這個 慈善的 撈舌演唱會 然後這些 邀請這些 詩衣的小天使 他們來現場 因為他們隔天 沒辦法過母親節 然後說 我們來幫他們過 先幫他們 大家一起來過母親節 或者是像 有時候幫那個 華山那個職務人 然後我們的入場券 就是門 我們的門票就是發票 你進來你是捐個十張發票 那我覺得這個有時候 或許不是很多的錢 而是很多的心力 可是有時候我們常常這樣想 有時候你小朋友捐十塊錢 捐十塊錢 可是你總財產只有二十塊 那就是捐你財產的一半 比那些企業家捐的幾百萬 還了不起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潛移默化 那潛移默化 總有一天這些 小朋友 這些年輕人長大了 他們有可能會變成 我們國家的官員領袖 他們會 當他們在做一些政策的時候 這些東西 小時候種下一些善的種子 可能就會影響他們 未來的決定 所以音樂能不能改變世界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個人覺得是可以的 然後 那個南宮大師前陣子 還有播一個 我覺得蠻好笑的 講出來大家笑一點 就是說 音樂怎樣講一道 音樂可不可以改變世界 說音樂可以改變 當然可以改變世界 然後就是 可是連政治立場都不敢講的 團體 就不能講這些了 OK 關於音樂可不可以改變世界 這個我想 我們要另外再開一場摺 我只好再請張鐵字 來好好談一下 時代的噪音 這樣 好 那 其他的問題 這邊也一位 我們再講第二輪 好 這邊一位 總是要到第二輪 才開始有火花的意思 再來 這邊一位 好 其實我沒有要把握 我只是要針對那個 音樂可不可以改變世界 這個做的 做一個我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說 不要去期待 某一件事情 能改變什麼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 他都有改變環境 或者是改變自己的能力 那 其實音樂 只是在這個社會中 其中的一環 那 我覺得真正 可以 我覺得 今天的那個 就是其實我朋友 有聽音樂 那我覺得音樂 因為 像某些音樂人 他們會表達他們的意見 然後放在音樂裡面 這就是我們應該學習的精神 每個人身上一定有他不同的特質跟能力 所以 我覺得改變自己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去期待別人來改變什麼 因為我覺得如果 如果無一個人 他不能 變成某一個點 或者是說 變成去影響自己 或者是影響環境 如果每個人都不想做好的話 那這個世界根本不多變好 所以 你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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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歡迎表達他們的想法 這是一個 怎麼申請的社會學的結構與行動的問題 你好 我比較想要請問一下 雜細就是關於 就是 因為對這個議題不是很了解 所以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在 突破人在印度的 流氓政府這個部分 那他跟印度的關係是怎麼樣子 就是到底印度社會 對於藏人的關係 或者是政府 對於他的 他的立場是怎麼樣子 然後另外 想 不會可以 就是請雜細介紹一下 他穿的這個 傳統服飾的一些文化意涵 因為 覺得很有趣 但是 不太知道他背後是不是有什麼 就是他介紹他的衣服 的衣服 好 你好 你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請問那個 大致 那個 我還蠻喜歡你的音樂 還有像 當寶 或是 考修琴 蠻嚴重的 然後 其實我 就是這幾年的感覺 我都覺得說 我們公民團體都一直在做 就是 那個 像是在下游 在渡 那種洪水的那種感覺 就是 其實我們源頭其實是在 源頭是在政治 那 大師請問 請問你有沒有想過說 要去參政這種 想法 有 有 對 那 因為 像我之前有去過那個 做過那個 黑草的志工 然後在那邊撿那個塑膠 撿垃圾 然後宣導 然後上 遊艇去跟 上那個 長期船去 跟那個 因為我們是跟一個多龍丸的公司合作 然後有很多那個觀眾 就是 遊客啦 跟宣導說一些 教育的關聯那些 當然是都很好 然後就是 這些事情一直做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 比較審視 還有比較 有效的方法 應該是 我們應該要 從 就是要入證 這樣子 像我之前 我看到 在台南 因為高雄那個 激進車椅 我覺得他們的理念就 當然是 可能有些人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我覺得那是 比較有效果的方式 對 其實我們公民團體好像一直在外面 都很累 都很累 然後很多事情要做 可是 是不是 我們可以想一個比較 有效率的方式 然後讓 更有效率 讓大家可以 就是 不論是 他都沒有 概念的 或是都已經 或是已經比較有一些 經驗的人 可以 拉大家一起進來 這樣子 改變我們全況 謝謝 好 所以意思就是 直接問你要不要參政 用政治改變世界的意思 好 來 扎希 你要不要先 看一下 那個 你說 印度政府對我們 本的一個是 印度政府對我們西藏流亡政府 是非常非常感謝的 因為幫忙非常大 因為剛是我們1959到印度流亡的時候 他讓我們爭責以後 要求印度政府要我們 要那個 西藏的那個 小朋友要去 要需要一個學校 然後印度是非常 很大的一個國家 然後印度政府說 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們 沒有幾個 小朋友 在印度有非常多的學校 你可以隨便 可以進 但是法王要的學校 不是這個 因為法王是一個 特別要一個西藏學校 叫 CST Center School for Debating 所以今天我們在印度五十幾年 還是有我們自己的文化跟宗教 我們的教育 這些事 因為法王剛出又要求印度政府 所以印度政府給我們一個特別的學校 所以印度政府是非常幫助很大的 然後政治部分來講 因為以前 1959之前是印度跟西藏有邊界 所以 ITPP 就是 Indentivating Border Force 還有另外 Indentivating Border Police 這個兩個的公司 印度政府還是有 在新德里那邊有很大的那個公司 那個 那個是代表什麼 以前 因為現在是有中國跟印度的兵界 沒有西藏 以前西藏是中共以前控制的 但是印度還是留下來 那個 西藏跟印度兵界的警察跟那個 那也是 那也是 張欽惠來講 這些是一個proof 就是說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因為以前是有印度的總監 然後另外一個是你說印度人民對西藏人 是會吵架 很多會吵架 但是法王一直會說一定有忍耐 因為你最重要是有鄰居跟隔壁 你在哪裡 哪一個國家你在那邊 你一定要忍耐 所以我們一起忍耐跟忍耐 但是在我們最重要是 Daram Salah 是我們的聯王政府跟法王住在那邊 然後應該你們有聽過 三年前是印度 Daram Salah當地的人跟西藏人吵架 然後中間是有中國的錢出來 中國發的錢要鬧這些 所以那印度Daram Salah當地的印度人 去打我們的法公司 我們聯王政府的公司全部打石頭會斷掉 這些有很大的麻煩 等下你之前 然後法王之後說 那我現在部住Daram Salah 我要去印度南部 那麼那個時候 那印度Daram Salah 我們叫Himma Salah 那個State的Chief Minister 就是到Daram Salah 要道歉 法王跟聯王政府 然後後來有比較和平一點 那這些是會一點點會矛盾 但是我們非常 永遠不會忘記印度政府的幫助 跟人員幫助 謝謝 介紹一下你的衣服 這個衣服是叫我們 叫Trupa Trupa 就是西藏有山區 很多看法 那這個我今天穿的這個是 物上的傳統的衣服 然後你那個 因為如果我要見喇嘛 或者是要見的話 是一定這個要 是一樣 不能再這樣的話好像不禮貌 所以一定 或者是你要穿 不能你可以掛在這邊 那是我們傳統的衣服 然後顏色是沒什麼差 是沒有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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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是不是 今天會正式宣佈在我們這裏 好 今天會正式宣佈在我們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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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各位朋友講的 其實我 很了解 這個又要講到 那個 動保這一塊了 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真的是 手要想 每天聽到要想 有時候真的是 會累到很想哭耶 像有時候 台北宣傳回來 晚上要處理一大堆貓的事情 哪邊的貓要救 哪邊的貓要什麼 像等一下回台南還要去一個工廠有貓受困 這個 這個完全了解 你講的 有時候重振 就是說 是 最快 你的政策 像我們 最近也是在跟賴清格賴市長也是在聊 其實應該是不是 我們發現 其實那種 比較沒有這種尊重生命意識 都是我們老一輩的人 可能是他們成長背景的原因 可能就是 以前 沒東西啊 吃都沒東西啊 吃都沒東西啊 然後去管什麼 什麼 動物怎麼樣 動物群之類的 但是等到我們這一代的時候 我們衣食富足 我們可以會去思考更多 除了溫飽之外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時機成熟的時候 那其實就像 剛剛那個朋友講的 有時候我們在做的東西都是已經很下游 都是在仿讀 像什麼捷育啊 什麼 甚至那種 現在安樂死已經快沒了 可是這個捷育其實都是已經在很後面的東西了 我覺得最主要 最上面的東西還是要教育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這個政策部分 是不是能夠在國小 這個人格還沒定型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一個生命教育的這種課程 然後在小時候就養成這種觀念的話 那將來大家也不會做得那麼辛苦 我常常在想 如果有一天這些動物都是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想 就是說他們都是我們地球上的鄰居 如果有一天當大家都能夠這樣子 和平相處的時候 大家都是鄰居 我們幹嘛要去抓誰來結紮幹嘛 你的鄰居會抓你去結紮嗎 對不對 這其實 其實我想的就是 這個政策方面真的是 如果有一天真的是 會去重振的話 我覺得這是唯一的原因 就是為了動腦 為了這一塊來做 其實我常常這樣講 真的像剛剛講的那樣改變世界 其實有時候 我常常覺得世界會亂 人跟人之間會打架 國家跟國家之間會戰爭 還有種族跟種族之間屠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動力心 那我們在畫的角度想 為什麼有時候 我們看到有些 有時候 車子上有貓的腳印 大家就覺得 明天要叫那個 防疫出來 你來找 狗追你一下 明天這個要抓去安樂死 這個真的危害到我 怎麼樣 這就是跟國家跟國家之間 但戰爭打架都是一樣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你占到我的便宜 我覺得我占到你的便宜 這樣子大家都不會 所以就要炒醬 那我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從這些貓狗 這些不要起我們的同理心 那或許世界會因此而改變 也不一定 講這個是有點扯遠的 那剛剛講說 要不要從政 這個其實 從政說情節 如果沒有政黨 就真的不可以算 不可以算 真的不可以算 像你說那個菲提 其實他選那個 都是選那種 最艱困的選區 因為那個地方民進黨不選 可是有時候 你加入某個黨 你就是等於是 你不可能去講太多那種 跟他們相反的話 變成有時候 你有自己的話想講 變成會因此受到限制 那我朋友講一個話 我覺得很有道理 說為什麼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有二分之一都是垃圾 但是國民黨有四分之三 所以只要支持民進黨 對不對 這個我朋友講這個話 我覺得還蠻好笑 蠻有道理的 就是有時候 變成你必須在這種 這一種就是協調 找到一個最OK的道路 可是現在就是年紀也還沒到 再過一陣子 你父母要出來帶人嗎 謝謝謝謝 意思就是說我們在觀望 所以今天沒有要正式開的 學部餐廳集 那我想說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好有最後一個問題 一定要問的是不是 好 那欣宜這邊一個 那 如果欣宜這個結束之後 那 我們如果後續你還有一些問題 或非得講的話不可能 要針對我們 今天前三位的講者 那 可以活動後來跟他們做交流 他們還會稍微 一個影相關活動的明信片 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3月8號的下午一點的時候 在台北的中校復興站 那個SOGO的復興站 那個廣場前面要集合 然後我們有個遊行 是從SOGO遊行到101 那為什麼選擇這個路 是因為這是中國人 最多的一個地方 那 當然 台中離台北不會很遠 所以很希望你們可以去 那 另外一個是3月10號的晚上 因為 真正的西藏看貓就是在3月10號晚上 所以今年事實上是第一次在高雄 有3月10號的活動 那我們叫他做靈明前的夜行 那陪葬人走一段自由路 那這個在高雄的活動 會在一個中央公園集合 6點的時候 然後會走到那個文化中心 然後之後會有晚會 然後會有個歌手叫龍珠 他也會做表演 那當然在台北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7點的時候在自由廣場 然後會有一個晚會 那當然 就是台中就在中間 所以你可以往北 或是可以往南 但是大家也可以考慮 如果明年 你們真的不希望讓台北跟高雄 他們就辦了這樣的活動的話 或許也可以跟 再來藏人福利協會 或張清輝 他們可以做一個討論 早點做一個討論 或許明年我們可以在台中 你們就可以在台中 辦3月10號的一個活動 那 因為你們有可能沒有辦法參加 參加3月8號或3月10號的活動 因此我有一個請求 就是說等一下結束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就是大家留下來 我們拿著國旗照將大合照 然後我們可以呼籲就是大家 就是盡量的在這兩天可以出來參與活動 就像剛才那個中立獎的 至少在一年當中至少在310的這一天 參加一個310相關的活動 為西藏人或圖國人的尊嚴 自由跟人權做一點點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 原本是像我們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比一個T 然後為什麼我們叫做下一站西藏 是說我們總是該到一個時間 讓全世界看到西藏吧 那T的意思就是說 It's time for Tibet and Taiwan for Tibet 那我希望大家最後可以留下來 我們可以照一張這樣的照片 謝謝大家 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動 那等一下就大家看誠意了 好我沒有給大家壓力 那我想我們今天先活動到這邊 先告一個段落 那剛剛臺圈有 我們志工臺圈有宣布過 下個禮拜的折禮的活動 是談有關轉型正義在台灣的議題 那可是下個禮拜我們折禮不在這裡 我們第一次開拔到戶外去 台中市市民廣場 對不對 市民廣場 那下個禮拜的哲學經濟在市民廣場進行 所以大家千萬也不要7點 7點半 7點半一樣7點半 下禮拜晚上7點半我們在市民廣場見 那今天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那也謝謝我們打了三位的掌聲 留下來大合照 也可以在三位前跟廣場 一起在一張照片裡面 好 好 兩號千餅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大合照 要怎麼喬 那一邊就是我覺得 沒有他們就別來這樣子 OK 把骨頭這樣 OK 這東西 這這個 不行 你說那個 不可 呢 一次 有一예요 PRO